喂 师傅您好 对这里您请问您辛苦了 谢谢 师傅您好 麻烦您看一个刚刚过世的一个王人 他的名字叫宋玉兰 宋就是宋姓名的宋 玉是玉石的玉 兰是兰花的兰 他是今年9月2号刚刚走的 宋玉兰是吧 对 他走得很突然 但是非常安详 他就留了一句话 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都放下了 然后就走了 走的时候过了几个小时 身体还是柔软的 请师傅看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他是我们的同修 在四季天 哦 四季天 哦 感恩师傅 他早起来感恩你 很厉害 感恩你 他主要是靠后面念小房子 而且自己争修 他要是再早一点修 再撑一下 他就上 就是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了 哦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太发起了 现在也很高 现在非常高 而且他上了天上之后啊 他额头上就有一块闪闪发亮的 像我们人间讲下珠宝一样的东西 哦 这样这样 太发起了 太感恩师傅了 他是走之前几天 家里面的乡一直打卷 嗯 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 就是走之前几天 今天打卷打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现在非常好 嗯 哦 那他的儿女还 而且穿 儿女还不知道 他而且穿得非常漂亮 嗯 哦 太发起了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我现在看他边上还有 还有一个像孔雀一样的东西 嗯 哦 孔雀 那是天上的瑞兽 啊 瑞兽还陪着他 哦 非常漂亮 那他还需要 还需要继续送小房子给他吗 看情况吧 我怕他不精进 但是我觉得他走的时候是很精进的 嗯 是的 他走之前一直在念小房子 每天自己念 能念五六章的吗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告诉你 他说他会保佑 你把我的录音给他家里人听 他说他会保佑他们家里两个人的 嗯 两个人 嗯 他的儿子跟儿媳妇是吗 嗯 我不知道 因为他儿子跟媳妇伺候了他十几年 哦 那就可能是这两个 他说 他说有一个 他说有一个那个叫 他要保护的这个人 就是很可怜 人很老实的 嗯 人很老实 嗯 人很老实 是吧 是不是很老实的 嗯 是的 是的 他儿子跟媳妇一直照顾他 但是他另外几个女儿就总是 嗯 想要老人家的房子 就不怎么靠近老人家这样子 嗯 就是 儿子是不是很老实了 嗯 是的 是的 嗯 那就是了 那就是了 嗯 儿子就是不管 女儿们怎么做 他就照顾他老娘 他也不管 对啊 就是将来房子怎么分 怎么样 他也不管这些 嗯 感恩师傅太发喜了 嗯 请您再唱一个